最近缅甸又发生内战了 这是本来和中国关系不大 但问题在于 内战地点发生在我们耳闻能详的缅北 像当年金三角等同于贩毒区 实际上缅北在中国 已经成了电信诈骗的代名词了 那么什么是缅北 现在的缅甸 相当于我们民国最乱的那个时期 虽然国军北伐成功 但很多地方根本不听中央的 缅甸政府指控南方大约七个省的地盘 也叫下缅甸以缅族为主 北部几个邦叫北缅甸 生活着几个来源于中国的少数民族 比如胆族 克钦族 国杆族 他们名义上听从中央 实际上都拥有军队各自为政 其中我们常说的缅北 确切地说应该是缅甸东北 主要是在善邦范围内 这里盘踞着几十个军阀 其中势力最大的是瓦邦 国杆 小猛拉 大麒利 人称缅北安斯 大名鼎鼎的金三角就在大棋里 有意思的是 现在的缅甸政府是军方掌权 好处是可以压制住各地军阀 避免国家分裂 但坏处更大 毕竟当兵的不太懂管理和经济 最终影响的还是国家 他们不是没想过还政于民 比如1988年后 废除一党制 实行多党议会制 但军方对选出的政府 往往不满意 就会赖仗 发动军事政变夺权跟闹着玩一样 比如2021年就把民选的总统温敏和国务资政昂山速记扣押了 这次发生内斗的地方来自国感 国感基本上都是华人 学校也教中文 说普通话和云南方言 用人民币 连信号都是中国移动联通的 甚至玩短视频玩得很溜 连赌场和那些军阀部队的人都开了号 较早一批华人 是当年南明李定国部下的杨高学 带着人逃到这里打游击 后来清廷清剿不了杨高学 杨高学也不可能赴了明朝 从雍正开始 杨氏一族就不断请表归响 直到道光时才点头 清廷在国感设立了穆邦宣卫司 杨家被封为国感世袭县令 享有高度自治权 后来英国人跑来了 大清也早被欺负得没了脾气 1897年中英签订蓄议缅甸条约 国感被划归英属印度的缅甸殖民省 不过为了方便统治 缅甸北部仍然有个土司管理 只要任英国是老大就行 1947年缅甸独立 国父昂山将军为了尽快统一全国 也和这些少数民族签订了宾龙协议 大体意思说 只要承认缅甸政府 你们的地盘依旧你们说了算 还没完 1950年初 在中国内战溃败的国民党第八军 第26军残部 还有其他一些反共武装 2000多人 窜逃到缅北战山为王 为了生存 顺便搞起了范大燕的航档 还打出口号十年北伐 八年抗战 四年内战 叱咤金三角 胜败论狗熊 大有一副安宁扎寨 绝不走的架势 缅甸政府一看 你个落水狗居然跑到我地盘上撒野 随即派兵剿灭 不过别看国军在解放战争中狠扎 却直接暴揍来清剿的缅甸军队干趴了上万人 台湾的老蒋看到了意外的惊喜 又燃起了反攻大陆的希望 赶紧空降李弥过去 加大支援力度 还有美国中情局和泰国政府的暗中支持 这支国军残佈势力不断做大 缅甸政府敢又敢不走 打又打不过 只好跑到联合国那里 一哭二闹三上吊 蒋校长迫于国际压力 只好把大部分国军撤回了台湾 但仍然留下了几千人已被他日之用 所以这里又添加了许多国军的后代 大体脉络介绍完了 那么缅北军阀混战 毒品以及我们生物痛绝的电炸 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切盘根交错的复杂关系 要从一个不起眼的培训班开始 杨氏吐斯和国军为了方便招兵买马 在国赶办的一个反共抗俄军政大学 因为有台当局和美情报局的支持 再加上礼弥贩毒 学校不差钱 学员的衣食住行都免费 毕业直接分配工作 还可以扛枪 这对山沟里 世代落后封闭的人来说 是个巨大的诱惑 各式各样的地痞流氓 慕名而来 于是 这个不起眼的培训班 走出了许多杰出人才 金三角鸦片大王罗星汉 世界头号毒枭昆沙 以及国赶王彭嘉生 都在这里毕业 不过几位大佬登场前仙说 一个传奇的女人 金三角曾经说一不二 杀法果断的杨二小姐 杨二小姐大名杨金秀 是国赶吐斯杨文炳的二女儿 杨振才之妹 就是他和国军搞的 培训学校 还亲自当教练 杨金秀从小就喜欢 武枪弄棒 尤其是一手好枪法 直拿打 他在读书的时候 书包里就藏着一把 左轮手枪 在学校还时常拿出来 招呼同学 成年后 他更是枪不离身 屁股后面 总是别着两把 比利时军用手枪 他的吐斯大哥 虽然有上千人马 但他18岁时 就有了200多人的私人武装 养兵买武器都需要钱 所以杨金秀要赚钱 但缅北太穷了 竟是些山沟沟 还没出海口 杨金秀想到了一本万利的生意 犯大烟 缅甸当地本来就会种鸦片 英国人叫的 但是不太懂国际贸易 败退到缅甸的国军 见过世面 他们懂 来缅甸后 把跨国业务搞了起来 赚得爽歪歪 杨金秀比葫芦画瓢上手很快 成了这里第一个使用卡车 而不是罗马把鸦片 从缅甸运到泰国的人 再从海上运到香港 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地 成了果敢一大女毒枭 但好景不长 1962年军方的奈温 推翻了乌鲁政府 前政府的承诺不算数了 开始赖账 果敢也不例外 必须结束世袭制 要杨氏家族交出权力 不甘心的杨二小姐站出来 拉队伍上山搞牛鸡 打得有声有色 不过杨二小姐有点虎 一天独自开车去 政府军地盘溜弯 她认定别人不认识自己 在路过哨甲时 还是被政府情报人员 客气地请下车 不过杨二小姐在缅北太出名 政府军也一时不知道怎么处理 先软禁了起来 这时候 另一个人登场了 杨金秀私人卫队的分队长 这哥们立即带着一百多号人 跑到政府地盘救人 经过一场血战 居然救出了杨二小姐 此人一战成名 在整个缅北树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她就是从培训学校毕业的大佬之一 被美国政府称为海洛因教父的罗星汉 罗星汉 据说祖上是南明永利帝身边的一名副将 为逃避清朝廷追杀 罗家人立下家训 隐瞒祖上历史 所以罗家人的真实身份没外人知道 13岁的罗星汉来到培训学校 在班里年纪最小 成绩也一般 却很会来世 经常给教官们刨腿打杂 担任教官的杨二小姐 比罗星汉大八岁 也注意到这个勤快精明的小男孩 罗星汉结业后 被杨二小姐招募麾下 成了一个卫队长 并在那次营救事件中扬名立万 但搁不住军政府不断的打击 1963年 杨二小姐和他的父亲被缅甸政府抓了 罗星汉依旧是反应迅速 剑锋使舵投降了缅甸政府 果敢的杨家吐司势力土崩瓦解 罗星汉被任命为果敢县人民政府主席 在当地自立为王 杨金秀在1968年才被释放 这时候缅北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国军被中缅政府联合赶出了缅甸 而杨金秀在缅北的地位 已经被曾经的手下罗星汉所取代 在缅甸政府庇护下 罗汉星重操旧业 光明正大的搞起了制毒贩毒的伟大事业 他建了几个海洛英提炼工厂 有专门的毒品仓库 那时候做毒品靠罗马贩运 罗汉星自己就养了几千匹 他把鸦片生意做成了产工销一条龙 成了金三角第一代鸦片大王 罗星汉赚钱的同时 也在当地搞建设 在缅北威望越来越大 引起了缅甸政府的注意 再加上美军吸毒问题严重 美国政府开始联手缅甸打击毒品犯罪 罗星汉成了第一个被开刀的毒销 1973年 在美国20多架武装直升机的协助下 缅甸军把他的老窝扫了个底朝天 罗星汉本人也在泰国万龙宾馆被活捉 先是被判死刑 后来改无期徒刑 不过六年后 罗星汉突然被特赦 还得到政府30万美元的赔偿金 杨二小姐比他早出于几年 一切如过眼烟云 不知道此时两人有何感想 晚年的杨金秀 一直在缅甸的木节 过着平静的生活 与他前半生风云激荡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直到去世 看透了人生的杨金秀 都再也没露出任何锋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